刚看完球出来啊 带大家看一看卡塔尔的夜色啊 非常的漂亮啊 今天在公寓看完塞尔维亚和巴西的比赛 虽然塞尔维亚输给了巴西队 但是也正常 毕竟实力在那摆着的 不过后面两场基卡麦龙和瑞士 赢面可不小啊 小组出现应该问题不大 这次多亏带了当辈投影一来 当辈投影一去可太牛逼了 在公寓看球可太爽了 比昨天在山顶看德国和日本强太多了 当辈站住了塞尔维亚 塞尔维亚虽然今天输给了巴西队 但是看场面上 我觉得塞尔维亚最后洋场赢面很大 小组出现问题不大 当辈的眼光也是没谁了 肯定不会像我一样 找塞尔维亚退钱吧